一名50多岁的男子 他最近前往澳门 结果被检验出是感染印度变异株 但您掌握指挥中心的说法 他曾经在去年的1月2月 到今年的1月底都是在越南 那另外回台短暂待过之后 又在2月出境前往印度 然后在印度待到5月8号才回到台湾 认为他应该是这个 已经感染一段时间 那初步研判应该是在印度感染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罗一军表示 这名患者他曾经到越南工作 也到过印度 那么核酸检测病毒量低 再加上台湾同住的家人没有确诊 目前也没有相关的症状 所以判断应该是在印度感染的机会比较大